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史默克即將任期屆滿卸任來港 他昨天出席美國商會活動時發表臨別演詞 呼籲中共確守中英聯合聲明及《基本法》所賦予港人的自由、權利和高度自治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昨天發表了史默克的演講稿 史默克首先澄清美國承認香港為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並不支持香港獨立 他又呼籲北京政府確守國際公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中的承諾 給予當初承諾給這座城市的高度自治 他強調:「我們的信息很簡單 我們希望香港成功 讓香港做回香港 他指近年中共一步一步地破壞他承諾給予香港的自由和高度自治 史默克提醒中共及香港政府 百萬港人上街的原因並不是要爭取獨立 而是爭取中共曾經承諾給他們的自由和自治 如今雖然抗議活動被阻止 社運人士和民眾因《國安法》而沉默 但2019年抗議運動的根本原因無辨 他強調 中共當局掩責外國勢力引起動亂和暴力 是一個專制政府喜歡用的說法 只是逃避責任和將問題歸咎於外國代罪高揚的方法 美國所做的每一步 只不過是回應中共政府和港府沒有兌現對香港地位的承諾 史默克引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最近所言 我們將繼續為此發聲呼籲改變 這個不是與中國搞對抗 僅僅是為了和平、安全、人的尊嚴而挺身而出 對於史默克的發聲 中共外交部駐港公署在11日回應稱 史默克的臨別演說 枯滅中方涉港方針政策 抵毀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 對此堅決反對 並予以強烈譴責 現在雖然有小功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